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我们今天来看怪谈百物与之四股怪谈 这天晚上道士道清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走在山路上,遇见一个行为怪异的男子 男子二话不说就扑向了他,道清被噩梦惊醒,门外是等着催债的房东和洗衣店的老板娘 但是最近生意十分不好,符咒根本就卖不掉,道清直言自己没钱,希望房东能够宽限几天 洗衣店老板娘跟他说,既然做道士挣不到钱,干脆去找一份苦工干 当即还介绍他去了一个小哥家帮忙,然而道清很是高傲的反驳了 原来他们家族是九百年前的阴阳家大户卢伟家,他根本不屑于去做粗活养家 这番话引来了小哥的嘲笑,小哥开始科普卢伟家的黑历史 原来卢伟家之所以后来这么落寞,是因为他的祖宗曾教唆使臣谋夺天下 后背大名鼎鼎的安倍精明识破,最后整个家族才被流放 道清被嘲笑后虽然羞愧难当,但为了生活还是跟着小哥上了山 刚走到半路,道清就感觉背后一阵的寒意袭来呀 随即发现了一个被烧毁的帽子 往旁边草丛一看,里面赫然躺着一具武士的尸体 蹊跷流血,瞳孔大开,十分害人 道清感觉不妙,当即决定返回 小哥却不忍心武士抱尸荒野,为武士闭上眼睛并报了案 不久官差上山,武士的女婿小白也来现场认领尸体 原来武士是田工家的大家长 小白一副愁苦的模样,担忧着要如何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 正说着话,武士突然睁开了眼睛 众人大受惊吓 小哥一看,哎,这事不简单呀 很明显这是一具饱含怨气的尸体 当即向小白索要超度费,让道清为武士超度 但道清却十分抵触 小白也谢绝了他的好意 随即带着尸体下了山 小白的妻子阿炎伤心欲绝 一同随行的齐本大人答应要帮他们查明真相 并要求阿炎要到府上去当厨娘 原来虽然小白身为武士却十分贫苦落寞 一直在吃着田工家的白饭 备受其他人的白眼和争议 阿炎作为武将妻子,原本不愿意抛头露面 小白随即承诺一定会帮他报仇 在小白的宣说下,阿炎同意了 第二天,阿炎跟随齐本家的仆人进了府 半夜仆人闯入房间,想欺辱他 原来小白将妻子卖给了仆人 阿炎十分气恼,连夜跑回了家里 却看见丈夫身旁坐着一个女人 没想到自己前脚刚走 小白后脚就接了别的女人进门 原来小白和齐本勾结,每月定时拿钱帮他照顾他的女人 小白看见阿炎也不慌不忙 淡定自若地承认了一切 还说自己根本就没想过帮忙报仇 原来当初小白会入坠 是以为田工家很有钱 没想到,入门之后发现田工一贫如洗 他早就厌倦了这里的一切 听完这些之后,阿炎十分绝望 失魂落魄地走进雨中 可是即使小白对他如此狠心 他还是放不下他 于是他再次折返回家 并表示绝不会把田工家拱手让人 但之后阿炎就医病不起 小白为阿炎带回一包药 阿炎大受感动 拿着药也觉得十分幸福 仆人也十分担心阿炎 希望阿炎能够到他家去养病 却被阿炎冷漠拒绝 并当着仆人的面吞下小白给他的药 仆人遭死打击 爬起来开始揭露小白的罪行 原来阿炎的父亲就是被小白杀害的 阿炎听完不肯相信 却突然一阵不适倒在地上 原来小白给他的是致命的毒药 阿炎痛苦地挣扎过后 在怨恨中化为了厉鬼 仆人吓得逃走 小白回来之后 撞见了化鬼的阿炎 被他缠上手臂 印上血纸印 却怎么也打不中对方 他害怕地逃到了仆人家 却因为产生幻觉 将仆人看成了死去的阿炎 一刀将他错杀 这时他想起了道清道士 随即跑到道清家 请求他的保护 道清在门外布好了法阵 很快阿炎就来到了门外 由于阿炎怨气太重 道清根本就斗不过他 最后只能落荒而逃 小白又跑到齐本家 请求庇佑 却在幻觉中 将齐本和他的女人一并杀害 发展到最后 就已经进入了癫狂的状态 见人就杀 见人就砍 最后在阿炎面前 他举刀自吻了 阿炎好像终于原谅了他 恢复了可人的样貌 带着他的魂魄 一起离开了人世 当一个女人爱你时 会用尽全力去爱 恨也是如此 所以千万不要辜负 一个爱你的女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